我現在要去取這個 假熊爸的早餐 外送員簡先生二十四歲 勤跑外送 偶爾也會打零工 當木工學徒 展場活動工作人員 和兼差當舞蹈老師 月收入約四萬多 但認為這樣的薪稅根本不夠用 我每個月大概四萬到四萬二左右 但是一萬塊左右 一萬塊是做消薪費 那五千就是做那個儲蓄 三千至五千這樣 那剩下差不多是兩萬五左右 就會是吃的或是用的優玩這樣 我覺得現在一定要斜槓 一定要一個主業跟兼職 才有辦法生活的過去 根據行政院主機總處 發布的二零二三 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全國所得收入者 約一千六百四十六萬人 平均年收入突破七十萬元大關 創下歷史新高 其中三十歲以下 平均年收入約五十四點六萬元 換算成月薪約四點五五萬 比2022年增加了約一萬元 但對很多人而言 實際生活經濟壓力還是很大 對收入增幅的感受並不明顯 其實他們所說的那些人均都是 貧富差距很大 他們去做一個做平均 那下來我們當然平民老闆心沒感覺 常常講那種八二法則 就是80%的人在幫20%的人賺錢 那他們用20%的人跟我們80%的人做平均 那就是不合理吧 進一步細看 各年齡層所得 隨著年齡增長收入水平隨之攀升 40至44歲 平均年收入達83.3萬元 增幅最大接近百分之四 另外45至54歲 平均年收入是所有年齡層中最高 但55歲以上收入開始下降 不過整體而言 去年台灣各年齡層的平均收入持續創新高 政府更誇下海口上調GDP成長目標 行政院通過新其四年國家發展計畫 除了設定經濟成長率 要達到2.8%到3.6% 人均GDP更要超過4萬美元 力拼超越日韓 但有學者認為 未來四年有太多的不確定性 政府應該訂定自己可以掌控的目標 國發會指出 未來四年經濟成長率 2025年起 每人GDP渴望超越南韓 2027年每人GDP突破4萬美元 台灣在2028年明目GDP的規模會接近1兆美元 但專家直言 台灣出口佔整體GDP的七成 經濟成長率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出口 出口的好壞不是台灣可以決定 這樣的觀點似乎過於樂觀 全球幾個大的經濟體 中國 歐洲 美國 他們都是終端需求最重要的地區 但是他們的經濟的情況 這完全不是我們可以掌控的 我們要把它設成目標 應該是去設一些 我們可以掌控 而且有機會可以達成 乍看之下 台灣經濟似乎擺脫了長達20年的停滯 但GDP的亮眼表現 卻和不少民眾的體感存在落差 我國近年來平均薪資增幅 遠不及GDP成長 還有房地產與物價持續飆升 加上產業結構失衡分配不均 讓很大一部分的民眾 無法分配到經濟成長果實 差異成長呢 其實主要是由資訊電子業帶動的 那資訊電子業的人口有多少呢 在這些行業就業的 大概有八九十萬人 那另外還有更多的服務業的人口 那事實上服務業就業人數 佔我們就業人數有六成 那這些人他們自己行業的成長 非常的緩慢 甚至於有些是停滯 也有下降的 如果我們的產業發展 表面上看起來平均數是成長 那事實上完全集中在資訊電子業的話 大部分的勞工是沒有感受的 定定經濟成長率目標的確意義不大 政府拼GDP並非國家當務之急 如何讓經濟成果雨露均沾 改善貧富差距才是該努力的方向 TVBS新聞黃煌韋德彥宣台北採訪報導 我以前的工作是在補習班擔任老師 那後來選擇轉職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薪水是偏低的 談到從事教育工作的過程 林小姐滿腹心酸 除了得第一線面對學童跟家長 難以提升的月薪薪資 也是他們生活辛苦的關鍵 薪資結構大概是有底薪 再加上獎金 那獎金的部分就是看你的學生素的多寡 不一樣 畢竟教育工作範圍廣有時候是責任制 換算下來工時長薪水也不高 根據主計總處調查 六月全體受雇員工經常性薪資 平均為四萬六千四百八十六元 月值0.06% 年值3.00% 但細看各行各業數據 最低的部分 第一名教育業只有三萬零三百二十三元 第二低的是餐飲業 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一元 第三住宿跟餐飲業 三萬四千六百零九元 其他服務業三萬五千八百四十億元 住宿業三萬六千元等 是會在最低月薪的前段班 住宿餐飲服務業 過去有被大家認為是所謂的低薪產業 那他們近幾年雖然因為缺工的關係 已經有大幅調薪 但是由於過去他們薪資的極其較低 所以儘管調薪之後 跟一般上班族相比 薪資整體平均下來 還是處於偏低的狀況 基本上就是病人隨時有狀況 我們就等於隨時就要回來醫院 實際上並沒有很明確的 所謂的上班下班生 當然我們會打卡 可是實際上當然如果病人有狀況的話 我們還是得隨時要趕回醫院這樣子 那台灣醫生很常會跟就是那種 比如說像台積電工程師 就是比較在一起 因為其實差不多狀況 他們只要比如說來一個颱風 或是來一個地震 他們就隨時都要回場內stand by 那醫生也是啊 就是當病人如果有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隨時都要回 尤其是像我們心臟內科醫生 基本上病的狀況一定都是最緊急 醫療機構的平均薪資來講 大概是五萬兩千塊到五萬六千塊之間 他必須長期的來面對 這個治療照顧上的一個壓力 就是從病患來的壓力 那另外當然來講 我們也知道醫療是一個 包含如果說疫情來的時候 他感控上的壓力也會非常大 新光醫院副院長表示 組織醫師薪水的確比較高 是一般平均薪資的7到8倍 約落在薪水35到40萬左右 醫師以外的醫師人員 平均月薪約五萬左右 雖然比較高 但的確也很辛苦 國際財經專家表示 受了大環境影響 物價通膨衝擊 月薪提升緩慢 卸足的營運也是關鍵 而在未來車廂的出路 像是AI科技工程師領域 隨著收入增加 企業主賺錢 員工月薪才會高 但大環境經濟問題仍舊持續 專家點出關鍵 通膨加劇跟後疫情影響 工資無法跟上生活成本上升 這對家庭的開支 預算造成了壓力 更減緩了家庭在經濟的消費 連鎖效應之外 企業主更難開出好的薪資待遇 也讓低薪族群生活難熬 更加貸在公司 一個資料 全貸著肉 الم娛機 各 случае 受到高規目 收了更高的補備 必須供貸款 因此的代表 絕對家庭的股子 市量供貸 貸足 효貸並加ная賬 企業的問題 是它為了 水平稍得 用為 Wonder GUば 使您 白信高月薪過活 薪資卻難以提升 在這高物價低薪水的世代 民眾只能縮緊荷包 精打細算 客戶有任何狀況得隨時幫忙解決 陳先生過去是機械相關的工程師 也得隨時待命 現在轉行當防重 時間相對彈性許多 我是拼保部門的quality部門 然後主要是對客戶端這樣 製造飛機引擎的公司 主要都是在美國或是在歐洲 如果發生異常的話 就常常會需要配合客戶的時間去開會這樣 那可能有時候開會就是晚上11點 過去擔任工程師工作時間長 為了照顧家庭 陳先生也毅然決然離開自己專精的領域 我想說就是換一個跑道 換一個比較彈性的工作 然後讓我有多一點時間去陪小孩 不然在還沒有小孩之前的話 其實我是蠻喜歡我原本那個工程師的工作 不只機械工程 台灣半導體近幾年景氣逐年升溫 再加上AI需求帶動 訂單都有所成長 對工時本來就長的科技業 工程師的負擔也更加重 從疫情開始吧 那時候開始就是需求要變很大 對 就是科技業應該都蠻有感的 所以那時候每間各大公司都在一直補人 所以那時候其實彈量真的很大 就是每天都要加班做這樣 到後期就是科技的退潮之後 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波很大的lay off 對 那個時候可能工作量就比較少 就可能不太加班之類 但過了那一段lay off之後 就回到正常的軌道 就還是要可能三不五十加個班 一個月可能要四十到六個小時不等這樣子 在半導體科技業有七年工作經歷的Adam 一路從半導體晶片製造 IC設計到現在在PC產業 都面臨得加班的情況 其實半導體跟現在這個都蠻長 IC設計可能反而還比較輕鬆一點 也不是說輕鬆 就是可能它比較看產品狀況 所以會比較相對好一點 Adam擔任硬體工程師一年半的時間 也對台灣科技業的加班文化很有感 我上岡畢業 有一些主管級的就真的每天工作都是 早上九點或者是早上十點到晚上九點這樣 自己這樣進來一年半的體會就是說 通常都是看案子的時間 然後就有一段一段的這樣子 可能就先忙個一兩個月或兩三個月 根據主計處公布六月受僱員工統計 輪班這種工作其實在高科技業裡面過去就是一個很常見的狀態 那台灣的工廠過去也很喜歡讓勞工去做加班 不管是在週末或者說下班多工作幾個小時 所以這個大概是亞洲企業的一個文化 工程師有輪班制 但一天工時都可能超過十二小時 甚至有突發狀況還得及時趕回公司 一定是台灣科技業的既定模式 而當全球晶片代工龍頭台積電要拓展全球產線 其中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建廠到現在 不斷曝露出台美員工之間的工作文化差異 台積電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第一期晶圓廠 預期二零五年上半年開始量產四奈米晶片 總投資額超過六百五十億美元 相當於台幣二點一兆 不過要把台灣金石的工作強度複製到美國或是德國廠房 恐怕仍有難度 台灣的工程師裡面第一個是數值很好成本很低 然後我們其實很耐操 所以工程師一旦發生了場區發生了意外事故 大概只要你call他兩三個小時內 基本上80%都回到崗位上做事情 可是如果你把它放在比較歐美地區的 這種國家來看 第一個有可能是他通勤的時間相對比較長 第二個他會認為說這可能不是他該處理的事情 這個大概都需要一個三五年左右的調適啦 社會文化這種要做調適 它畢竟需要一段時間 長工時隨時待命的模式已經在台灣深耕 搭造科技護國神山 讓晶片製造在世界站穩腳跟 背後這群工程師們功不可沒 TVBS新聞李永世劉均台北採訪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網絡報道》 《網絡報道》 《網絡報道》